欢迎收看IM梅客室 今天邀请来Steven和我们看一看市场 首先谈谈今天的市场 其实今天恒指高开低走 一度跌超过300点 很迫近20天线 当中金融股 比如邮邦、中银等 其实都录得很大的跌幅 其实可能谈谈今天的重点消息 可能市场一直在猜测联储局减息的议题 其实今天终于有了定额 就在今天香港的时间凌晨2点 已经公布了减息0.25 是7月以来第二次的减息 这个消息出了之后 其实我们香港股市的反应 其实都不太好 我想问Steven是否预期到 这个是今年年内最后一次减息的呢 没错 由于上一次减息的时候 以至到隔夜的时候 其实联储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 他的说法的重点 我凌晨两次都听得出 他有一些言外之音 要让大家听到的 就是说 虽然两次都减25个点子 但他们很说得清楚 就说现在这个是一个叫做 不是减息周期 而是加息周期内的中期调整 其实在管理市场的预期 你不要想着每个月都减息 现在是加息周期 不过中间可能要微调一下 来对抗 你说美国的数据也好 外围的经济有没有衰退的迹象也好 其实他只是做一个 逐次逐次计的 所以他在预计 大家就不要想下一次有得减息 我觉得 因为25个点子 其实大家都是 within expectation 大家预期了 你说惊喜就绝对没有 亦都没有惊客 但是 换言之 就当跟大家说了 下一次就没有了 现在到年底还有三个多月左右 如果还是没有减息 市场反而觉得好就不算好 就反而从坏那方面想 因为始终我想中美贸易战 是一个因素 全球包括中美两国也好 经济也是有机会走慢 你这么快说还是不减息呢 我担心会有少少反效果 所以如果你问今天跌是最主要什么原因 其一最大原因就是 美国联储族方面没有放假 第二原因就是 很快就叫做国庆七十周年 就长假期的内地 我相信大妈他们都不偏向 在这么长的假期里面持股 所以你见A股 虽然是我估计后市都是偏强一点点 但是又这么说 在国庆之前这几天 我想他们都是卸货多的 所以恒指就变成了没有了支持 其实可能今天跌得最多 就是比较差的是金融股 对你刚才说 其实大家对减息 下一次减息的期望 都是很小的 其实如果停止减息 应该都是比较利好金融股 但是为什么金融股 金融的表现真的这么差呢 我很同意 其实减息对金融股没有好处的 尤其是你譬如中资金融 各样东西 正利息差的收益一定是会受压的 所以过去你说跌很正常 但是你说 那为什么预市未来不再减息 那为什么这些股不弹 那其实市场又不好 其实跌300 虽然不是说很多 但是真的都不算少 最近都偏向弹的为主 那所以市场这样下跌 你又很难预计它 好像逆市奇巴那样 赚赚的 那所以我感觉上 譬如说 当你去留意有帮助人 你较早之前 曾经上个礼拜 弹得劲一点的 譬如汇控渣打恒生 中人香港那类 说真的我又不是觉得 弹有什么原因 所以你最近说 稍为叫做 不是叫做跌 叫做阴住阴住的情况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因为之前弹得都很无理头 所以我预计短线都会较低一点 那你讲开邮邦 可能今天的邮邦 也跌得比较严重一点 很严重的 其实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它 表现因为有差了 其实你是不是已经不建议 邮邦播放反弹 没错 其实邮邦我都观察 都起码半个月 自从它出了业职 业职不算太差 但情况就在于78元那些位置 其实很关键 业职之后 还记得在两个礼拜前 礼拜三当时 政府的撤回条例 当时刺激到市场低位 都弹成千元那些 那一旦之后 估计就叫做企稳78元 但企稳之后 也没有什么表现 好了今天其实 我觉得都重要 虽然又不是说跌很多 但问题就是在于 它又大大力跌穿78元 技术上高海低走 就属于一个叫做大阴烛 还有今天成交多一点 那似乎是一些沽压 那短线我觉得 应该就见了定了 那它有机会 还是负累恒指那一只 因为它在恒指里头 也有翻用上比重 那正是今天这样 它跌穿78元 我想它短线可能 都要探下底 因为它强的时候 不强 市弹的时候 它不是点弹 那如果市肯转弯的话 我想它有机会 挡回近75元的位置 才有支持 明白 那可能加上 今天的表现 跌幅都比较大 那其实这几天 恒指的跌幅 的波幅都比较大 其实你预料一下 波幅多少时候会见底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上个星期三 都不知炒什么 有说回应另一诉求 有说炒农地 各样东西 前个星期三 大家知道是撤回两个字 那连续两个星期三 稍微淡一淡之后 其实恒生指数淡了很多 还有我有一个关键的位置 我觉得重要 26700那些位置 其实如果大家看回 第一季的时候 恒生指数 有两个多大的顶位 下来 6月份低位 26700那些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或者技术上面叫做双顶颈线 就在7月8月的时候穿了 也借过去两个星期三 就弹了 站稳 好了 似乎这两天 又有机会再穿回 所以我感觉上 大家在过去这段浪里面 我都不断强调 是叫做跌浪反弹 就是你又不打算变成升浪 所以现在再一次穿回 26700呢 其实有可能会再下跌 但是又这么说 就算8月最差的时候 人民币又穿了7 其实你见恒生指数 是没有试过要挨近 上年10月份 24540那些位置 所以就算下跌 我不会预算穿底 那变成你当着24540是不穿的 但是上方呢 27500附近是阻力 其实就是数来数去3000跌 那由于本地因素 暂时未见明朗 我感觉上 A股人民币穿了 但它不太差 美股我不想股顶 因为它挨近都是高位 所以我预算港股 不会太好不会太差 变成是横行 但是幅度会很大 是一个3000点左右的震荡区间 好 大家可能要留意着这方面 可能说完大事 我们也说了少少个股 可能我们今天会比较 看看这个沙沙 沙沙其实已经发了刑警 其实已经头五个月 它仍然是急错 其实按年大跌了28% 其实股价是年初至今都跌了四成 其实你有没有见到它的跌幅 已经是见到反映了 不会是股底的 事实上如果你在过去每个月股底 基本都是输钱 但它又不见赢钱 好像前两个星期 前礼拜三它升了十多个百分点 整整一下它没有了 问题就是在于本地零售 其实也不是自六月开始死的 是死了很久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很简单 近因就是六月打后的社会运动 原因就是内地的经济走 万人民币不见花 变成内地下来的时候 也有很多选择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得沙沙 所以我感觉上就是说 这只股份其实是积极得挺重要 一来行业还没转弯 二来它也没转弯 你看到同店销售的数据 不英俊 所以我觉得有货的朋友 应该在弹的时候就走 没有货也不需要下一元几毫 去逐次逐次股底 我觉得后市它会持续穿底 那就不值得去博反弹 有货的朋友要留意 可能现在零售也进入了寒冬 你会不会预料到 有更加的公司会发型劲 因为上周你可能预料到 今年第三季的EBITDA 都会受到政治很大的因素 而影响到 是 我就觉得是 因为其实本地如果 尤其是再加上一些社会的运动 我相信本地零售 食肆也看到 开始陆续发刑警 其实你真的会看到门都开不了 那怎么做生意呢 而且人出街意欲洗肺 各样东西都是减低了 所以我想大家也少了 内地下来的水 自入行旅客买少见少 所以靠着这些来银食的行业 就是简单说旅游和零售 餐饮这些其实都是会差的 所以我会觉得 就算在过去这些浪的市 稍微叫弹的时候 你集中一些 比如中资强势 内需那类 就不要从难去出发 有些朋友仔 就硬是觉得 跌得多就会弹得快的 但你要明白 跌得多是什么原因 如果你香港的地产也好 零售消费各样东西 跌得多是有原因 如果原因都未解除的时候 你胡乱去股底 很容易会穿低 如果说不从难去出发 可能我们之前也说了一些 比较跌得多的部分 可能最近也有些表现比较好的部分 就好像科技股 因为iPhone开始新一代发售 可能带动了相关的一些科技股 例如瑞星、信羽 其实这几天都升得比较好 其实你又怎样看这类股份 中小型那些不说 只是说信羽、瑞星 我觉得信羽是值得长渣的 瑞星只限短炒 原因很简单 其实现在最主要都是 华为相关或者好几个国内产品 它供应的模造、镜头等 其实需求是大 虽然整体的手机周期未翻 但始终国产的市占越来越高 而且你见到股价上 技术上走势也是转强得很重要 我建议投资者不要嫌高 当你比较哪个高哪个低 一定是个个涌着瑞星 但问题在于瑞星是这几天长 如果你做一个月去博瑞星 现在可能仍输得连 问题就在于信羽 一个月前拳到现在仍仍在赞 虽然它是两者比较下高 我不是觉得它现在很高 它仍仍可以再升 技术上它的军线全部排好 这些是属于中长线晴浪 开展了一段时间 瑞星最近你说在内地 比如是京东商城 好幾個網店買iPhone賣得很好 賣光了 但問題在於 我先當作短炒 當然如果持續地 你看到瑞昇連自己營運數據都未行 那些毛利率各樣東西都落了30頭 現時仍屬於一個下降趨勢 我會說肯定是借著這個因素 就短炒一下 一日升10% 然後再升5% 其實看起來是好看 但你再看一幅圖 其實它仍是一個下降趨勢 未曾怎樣打破 所以短線最多你看到47、48 見好會收 我不是說後市它不可以轉彎 但其實轉彎是有段時間的 任何下降股份一定是橫行震蕩 之後才會上升 現在可能就是橫行震蕩 所以如果最短炒的人 可能見到47、48 其實應該差不多 那你如果真是這麼鍾情手機 你不如當你吃了瑞昇的時候 那你就退過去去順雨那裡長排 那寧願等一隻瑞昇 真的明顯 原來iPhone這幾天炒完之後 都還可以繼續上升 那才再考慮一下 瑞昇是否會回來 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 iPhone二超過之後 瑞昇的表現要怎樣 其實現在見到市場都可能比較悶 又沒有甚麼可炒 但最近又說百威亞太 就說二度來講上市 可能都引起一些反應 那它首日孖展其實都有7億 但已經說是比第一次市的反應 是冷淡了很多 其實你又建議散戶 要不要現在應購 還是等它上市之後再看看情況才進入呢 認不認呢 就除了大家 但是孖展就免了 因為被它騙過第一次 不排除有第二次 上次票也入賣都可以 不可以的 這樣 息也浪費了 沒有人包第二次一定可以的 老實說 那第二次呢 我再去看招股文件各樣東西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本質上有甚麼不同呢 其實就脫開了澳洲業務 因為第一次擱置之後 他們用百多億美金 就銷了澳洲業務出去 這次上的所謂亞太 就沒有了澳洲業務 其實呢 影響到每年來的收益 真的少了 那就是說 這件事呢 本質的object 好像弱了 前景弱了 但又這樣說 這次定價呢 PE比上次環繞高 如果自己和自己第一次比 就高了 再去和青島潤啤比 又是高了 所以有時候 尤其是我們技術分析 很多時候喜歡看圖 其實呢 其實呢 你有潤啤、青啤 擺在這裡 現成的 你應該走去看看 那你與其去搏 我反而覺得潤啤、青啤 不失禮啊 還有呢 PE高過人 PB都高過人的 其實老實呢 我看到PB 八十倍 即PB八十倍呢 就確實是真的高 我都看不到有些什麼股份呢 即是這麼高PB 即如果你說到PB高 應該是科技股 科技股沒有什麼資產 一米炒的 那應該很高PB 但騰訊十倍PB都不夠 但一隻啤酒 即是斷根稱 這個PB 在我心目中 就是稱它有多少斤 但它可以是這麼高PB的 老實又真是不知哪裏可取 所以我感覺上呢 上市比較穩陣 一來確認它真的上市 上得成才說 二來就是上市看看沉不沉 不沉你再去研究一下 究竟值不值得買 即是可能現在想炒 可能就考慮一下 青啤、潤啤的那些 反而更加好 可能最後我們會問一問 如果美團 因為美團今天都說 很多大行說看好它 有很多上升空間 那你又覺得怎樣 其實現價可不可以入美團呢 我看法就是 美團是一種強勢的股份 大家看圖看到的 上市過後 第二天是它最多位74元 最近企穩了74元 不管有沒有大行 唱好也好 其實你看到它是挺肯上的 那這些科技股 我會建議大家分析的方法 不要只看bottom line 盈利順利多少 看看top line的收益 其實這間公司雖然是 叫做前排都還在虧 但是在收窄 情況就是top line的收益 其實它倍數膨脹的 尤其是因為 除了大家認識它的外賣之外 其實它都有做些訂房 一些出油 各樣東西的 變成在行業上 我覺得有這樣的需求 你都從收益的倍增 你看到數字是英俊 所以有時如果 可能真是和缺感珍珠 如果你只是看順利的話 前陣子你看到 它虧了一千億 破了港股紀錄 但其實有些fair value 有些會計制度 即是非紫上的東西 其實就不要這樣去看 尤其是科技類那些股份 看多些top line 收益方面增長 其實可以的話 解釋了為什麼它 趨近於破頂 後市你基本上沒有貨 朋友只要企穩74 好像現價這些水平 我覺得進入就OK 你說是不是看到 有些大行看94、97 沒有所謂 因為你企穩了破頂之後 其實上方沒有蟹貨 沒有阻力 基本你說100都可以 所以我感覺上 你企穩74買得 明白 可能Steven今天 都給了很多提示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